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很歡迎大家回到我這個頻道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行走華夏大酒店 我們現在所租的位置是在地鐵站裏面 最接近華夏大酒店的地鐵站 是海豬廣場地鐵站 我們會在F出口 這個口道出去 我們看到有寫著梅龍路 三個字就知道是對的了 還有很多出口 橋江西 沿江中 因為這個地鐵站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出了出口的話 其實要找回頭也不太容易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間是下午2點多 我們看到很多阿姨剛剛走完街喝完茶 這個就是F出口 之前有觀眾在後台留言 就和我說過 你去每一個地方 是不是應該介紹多些那裏的資訊呢?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 可能會說多些資訊方面的事情 在地鐵站裏面也會有一個地圖給大家看到的 我跟大家講一下前面這部機 如果你作為一個遊客 回到廣州遊玩播 又要坐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最好的方法 當然是用陽食通 充值的機器 那如果你坐夠16次是會有優惠的 這些是一些比較有特色的紀念卡 當然它價錢都是有不同的 如果有觀眾都說 哎呀紀念卡買了 我又不是經常回來坐 其實坐地鐵的話 你用Apple Pay 是不需要開通任何的東西都可以使用到 是不需要開通任何的東西都可以使用到 但是當然你是享受不到優惠的 好 那我們介紹完 我們在這裏手扶梯上去 話說廣州這陣子天氣都比較反覆 我剛剛在珠江新城坐地鐵過來的時候 還是下很大雨的 那我們來到地鐵站這邊 就已經見到準備停雨了 這個就是海珠橋落橋位 這個就是海珠廣場站 這裏是屬於2號線和6號線的交換點來的 所以它的站也都比較大 大家看看這裏是2號線和6號線的交換站 這個就是奔奔時裝對面 旁邊就是這個解放石像 現在我們面前見到這個就是海珠廣場 我還記得三十幾年前 我媽帶我來這裏撿木棉花 不過現在下雨天 夏天當然沒有木棉花 這個就是海珠廣場的落橋位 我們就在這裏穿過海珠廣場 過去橋江路進去華夏大酒店 順便亦都跟大家說一下海珠廣場 現在變化幾大 我講一下和三十幾年前我來過的時候比 甚至乎可能會有更加年長的觀眾 四十五十年前比 就算和我和太太拍拖的時候 十幾年前比 這裏變化都很大 現在已經變成是 好像一個花園 以前是有很多圍蘭蘭住 還有會有很多老人家在這裏坐啤 現在就沒有了 他們去另外一個地方坐啤 然後我們在這裏穿過去 就已經見到前邊的橋光西路 廣州的天理就是這樣 剛才我們攪機的時候 還是會有幾滴雨 現在大家都見到 已經是停了雨 因為最近聽說有颱風 所以廣州的天氣都會比較反覆 會有不時會有雨 但是呢 颱風來就涼爽些了 我們再看看 現在我們走的還是海珠廣場 這位依在這裏等人 那些樹全部都是沒有拆的 沒有搬走的 大家看看這裏 這些樹沒有四五十年 看怕都做不到出來 好 那我們就在這裏過去了 這裏就是我們等一會 會進去的一個入口 我們準備在這裏過馬路先 我們再看看 奔奔時裝 這個方向 旁邊這個 口康醫院 好了 這個中行 不知道這裏多位觀眾 以前有沒有試過 在這個中行 門口 有很多人問你 換外幣 在那裏換美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那裏換過 我自己就沒有換過 現在國內 或者這十幾年 國內外幣交易 其實都幾方便 以前就是因為不方便 所以才會衍生到這些市場 現在其實都OK夠用 所以就沒有了這些在門口 換外幣的人 就是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沿著這條路 一路走進去酒店裏面 話說在廣州 其實有幾間酒店 是很有歷史 在建國之前其實就已經存在了 又或者它陪著我們中國成長的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酒店 雖然不是說建了很多年 但是這個地方 對於我們廣州 對於我們國家 其實是很有歷史的一個地方 我們等一會 走前去看看 就是這個入口 等一會我們會在這個入口進去 我們看見現在這個中數 不算人多 走了十幾分鐘已經出回熱頭 我們在這裏看看 這裏還停了很多車 那現在國內的足球聯賽 那些球員要集中隔離 我們先說這個 這裏就寫著這裏的歷史了 華夏大酒店 我記得我小時候 好像是叫這裏叫華僑賓館 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記錯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阿叔是會帶我過來這裏打機 1986年 我阿叔那時候還很年輕 再來這個港澳巴士站 不知大家有沒有試過在這裏坐巴士到香港 現在當然不會有人在這裏坐巴士到香港 是吧 但是以前 我都會在這裏曾經坐過巴士到香港 不過通常我自己如果坐巴士到香港 我會選擇在花仁酒店那邊 就是這裏 我想現在都沒有什麼人選擇這個服務 好 那我們進來酒店裏面 可以見到有很多宣傳 我們看看這裏牆上面的歷史先 1933年 這裏就是當時的海豬橋 還可以整起來嗎 1957年 這裏酒店就開業了 這裏看上去的樣子不像現在的 1964年 我相信那個時候 國內環境都比較艱苦 1974 這個奔奔時裝 不過這張照片應該不是當時的 1987年 我當時經常來這裏 被我叔叔帶著 應該是1985年左右 1987年我已經讀小學了 當時在廣州 有得好像我剛才說的那種日銀的遊戲機 實在不多 只有這裏是有的 好像 我忘了要入幾錢 不過是很貴的 這裏還有一幅畫 這裏寫著 露華龍 好 後面我已經看不到什麼字了 不好意思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看到呢 看到告訴我 他的大堂 沒大堂 這裡放好幾張熊木家斯 看看他的樓底才有得哦 蠻光 bunlar responsible 為何說 現在國內的帶紙 熱 calls 當時 нет 我們在那裏 經常來講 像 Sprung 贏 看不ston 這裡有幾張紅木燈,有些叔叔阿姨可能不適合吃完飯,在這裡坐下 正如我剛才所說,這裡也是我們現在廣州舉辦一個足球賽事,足球聯賽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不時會見到一些好像運動員那樣的人 不過通常這個時間數應該會出賽賽場比賽 通常他們下午六點鐘會有賽事,八點鐘會有賽事 如果現在還在的話,其實已經過了時間數 我們再看看他們的大堂 因為現在接近三點,我們都上去上面有兩間餐廳看看 這裡也有,我認為是飲茶一個必去的地方來的,廣州 就是二樓的道鄉 我們坐首扶梯上去 我們現在很快就會上去道鄉,不過我們今天不是來喝茶的,我們只是來看看 大家看到已經開始賣月餅了,OK 現在是8月5號,8月4號,還有喜宴,這個就是道鄉 不知大家有沒有來過這裏喝茶呢? 不知大家還記得以前這裏的茶居是哪一間呢? 其實我就真的不記得了,不好意思 在樓上還有一間,現在是3點3了 這裏好像是做了很久的了 這裏是八六門,專門做喜宴的,就是擺酒 好,簡單來講就是 看看這裏還有餐吃就是 片皮鴨,馬剛鵝,一鵝三食,188,看上去都不錯 可以這樣撇開它,又有做湯的,又有做片皮的 因為是三點幾鐘,餐飲都休息時間了 看看這個桌子幾有特色 這裏還有疫情的警示,告誡客人要保持一米距離 樓上這裏都賣月餅 好多餐飲業每年,可能只是靠著賣月餅 賺到的錢是足夠支撐它兩到三個月的收入 所以大家都好熱衷賣月餅這回事 好,那我們就下去了 這裏是剛才二樓道鄉的門口 我們見到路逐逐都還有吃蝦 剛剛坐完就走了 下到大堂這裏,我們下到大堂華夏大酒店 他自己都有賣月餅的 通常月餅都是這樣的形式 大家看看多少錢,二二八一盒 其實真的不便宜 這個是他們的酒吧 好,然後我們再走過去看一下 它這裏是一個小花園的 裡面環境都不錯 就是這裏了 聽說裡面還養著很多錦鯉魚的 地方看上去就不算很大 但是都幾別致 很多 很多市民都會過來這裏參觀一下 剛剛下完雨,又別有一番風味 那些植物上邊都是有很多水珠 地下還會有一點點滑 大家看看這裏有個錦鯉池 錦鯉好像是從另一邊 上邊還可以看到二樓的應該 應該未到客房的應該是餐廳的一部分 看回到外面商場那一部分 這裏還有一張石椅被人捉棋 還是喝茶呢 這裏我們見到很多錦鯉 錦鯉可以養到很多年 你看我一走過去,他們就追過來 還有幾條游了過來這邊 這邊就少一點 不過鏡頭可能我拍不到 我見到的還有很多小的錦鯉 在這裏游來游去 再往裏面就有個石山 那一間呢 那些漁池真是很有特色 不知道會不會是我們廣東或廣州的酒店 才會有這麼多類似的花園仔呢 這裏還有幾棵大椰樹 可以看到酒店的上邊 然後旁邊這裏就有個涼亭 不過我們不要妨礙別人在這裏吃東西 我們就走出去 看看地上鋪著那些石 都很有特色的 是不是呢?剛剛下雨 我沒說錯你 好了,我們酒店就不太大 我們走到這裏 我們今天其實是一連戲拍了三集影片 我們現在走完華夏酒店之後 就會沿著 沿江路 一路過去一德路和石室那邊 如果有 喜歡的觀眾呢 可以留意我們明天的影片 這裏就是 喬光路 好了,各位觀眾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多謝大家看到這裏的 明天我們是會去一德路那邊拍攝給大家看的 那大家到時留意啦 多謝你,拜拜